其实早在大陆团来访之前 国内各大医院最近几年都已经纷纷砸下了重金扩充设备 成立高档的健检中心 想要在里面完成一套检查至少要几千元到几万元 并不是一般民众可以负担得起 虽然医院想要赚钱并没有错 但是民间团体医改会认为 医院应该要说清楚健保跟健检两部分的人力和设备 让民众清楚的知道大众的健保资源 有没有因为健检中心而遭到排挤 血液 血糖检测 超音波 内视镜 新电图 甚至是电脑端层扫描 现在的健检项目年龄总总 不少的民众也开始有定期做健康检查的概念 大概两三年一次吧 查查有没有病啊 预防重于治疗到医院不再是生病才去 而部分医疗院所也砸下重金改善软硬体设备 甚至取得国际医院评鉴成立独立的健检中心 有些机器会越来越精密跟以前不一样 那么检查的项目会越来越多 健检项目包括了血液血糖尿液检测 上腹部超音波 内视镜 无痛未进大肠镜 腹部X光 肺部头部电脑断层摄影 心电图 肺功能检查 甚至防癌筛检等等 不过一次平均费用从新台币8000到2万元不等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民间团体医改会就认为 政府跟医院大力推动健检观光 这是希望能够跟临近的泰国 新加坡跟韩国竞争 不过对台湾民众来说 医疗资源可能会因此被排挤 医改会说在推动观光检警时 医院有必要将人力设备说清楚 千万不要让没有办法自费定期健康检查的民众 在生病的时候也无法拥有最佳的医疗保障 记者洪会竹林国黄台北报道